現在是16年 當初拿這個薪水的時候 我也嚇到加班什麼都給很準 最高加班一個禮拜 一百多個小時 1.5倍到2倍他們都該給 台灣生活壓力更大 生存的壓力比較好 那每個月工資台灣能夠負擔嗎 能不能存下錢 存不了多少 買車就不行了 我買 你上班是做什麼 我們在 我現在是工地幹活 在工地啊 對 隨便找一輛家子 哎呦 我有考慮過買這個 這個質量也很好 我在電工公司工作 所以他們安排我在工地 我就等要去工地 因為電工公司他們的工作 基本上在工地工作的人都是一樣的 私人的Data的公司 他們其實Pay不高 他們的工薪 基本時薪16到23 搜尋那個什麼 那個加拿大電工工會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統計的嘛 反正是固定的 那像電工一般多少錢 一個小時 10個級別 10個級別 最低級別是 雖然好像是20塊吧 但是那個只有頭一兩年 還是學徒的時候 只要成為正式的電工之後 至少都有25塊到30塊 電工的工作在這邊算高的 我前兩天不是去幹苦力嗎 對 幹苦力就20塊錢一個小時 那個人算對你不錯 因為很多苦力只有拿16塊 真的假的 對 苦力很有拿16塊的 你在工地拿16塊很正常 你為什麼想從台灣移民到這裡 因為這邊薪水高啊 對我一個人來講 我還是可以存得下錢來啊 因為我也講過我的工作 我的工資 你在網路上是可以找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沒關係 我現在是46一個小時 哇46個小時啊 我也嚇到當初拿這個薪水的時候 我也嚇到因為不敢相信 我可以拿這個工資 那你就是養一家人都沒關係了 對 完全沒有問題了 我如果去工作20塊錢一個小時 這樣繼續算 我就養不起一家人 你肯定要兩個都去上班 那你會覺得 比如說自己租房子 這些成本加在一起 還是比台灣划算 很大一部分是看在 你租房子上面 你租房子 如果你找得到便宜的 不是租House 肯定超過1000 但如果像我一個人而已 我也沒有老婆 沒有父母過來 所以基本上我就住一個套房 或住一個雅房 大概在700到800之間 像我住在本納比跟Cocoryn中間 開車過來這邊的話 大概20分鐘 大概850左右 那時候我還是學生 我自己租外面 那時候我租到比較便宜的房子 但是那是兩三年前的才490 以前更好 更容易 所以我那時候在TNT幹活 我還可以活得下來 然後之後畢業之後 開始正式工作之後 我再兩份薪水 cover過來之後 我自己租外面 我一個很夠啊 我很夠啊 這邊確實也沒有 像台灣或大陸的地方 這裡已經超級方便了 可是你像我在台灣的時候 你不能跟台灣比啊 我隨時都有7-11 幫我處理所有的事情 各方國華氏 我目前去過的所有國家裡面 可能說是最方便的 因為華人都 沒有哪一個城市 有這麼多法華人的 在歐美的話 我們這個多少錢呢 三十幾塊 一份是十五塊九五 就這個樣子的 很不錯啊 這件還行 我覺得還可以 不跟亞洲比的話 這裡已經是秒殺全世界了 我沒有看到哪個國家 哪個城市會這麼方便的 歐洲如果你說 像要吃到這種 就這個價位的東西 就相當於十歐元嘛 所以那個就一般那種 中東的那種捲個菜啊 肉啊什麼的 那又不是很好吃 那你在這邊的感受就是划算啊 賺錢多啊 然後生活 對年輕人來講 生活方面完全沒有問題 你只要語言沒問題 其實沒問題 說真的 如果你生活在華人圈子附近的話 語言更不是問題 這邊80%的店家都可以講中文 甚至有些時候你去某些店家 有些洋人的店家 他們也是會講中文 所以這邊講中文其實很簡單 語言沒有問題 比相對其他城市來講方便很多 你喜歡這個嗎 還算喜歡 還算喜歡嗎 說真的 在這邊工作 在這邊生活 你會有自己的時間 然後 也會 得到你應該有的報酬 也會尊重你 對 你像我們工作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會常聽到某某人 說我不想跟某某人一起幹活 你就可以真的不用跟他一起幹活 他們會真的幫你安排開來 在國內不可能講這種話 在國內 講難聽的 在台灣 你說你主管說 我不想跟那個人一起幹活 就把你趕走了 那你就走吧 什麼叫你不想跟他幹活 那我找誰跟你幹活 不可能吧 但是在這邊他們會盡量把你排開 你是在白人公司還是要 我在白人公司 那華人公司可能會不一樣嗎 華人公司我就不知道 我華人公司除了TNT以外 你就去過TNT 你感覺在那裡邊工作氛圍怎麼樣 還不錯 也不錯 其實TNT工作本身還OK 除了薪水低一點外 但是工作本身還OK 那進了洋人公司之後 後來都是跑洋人公司 就是我來這邊畢業之後開始的工作 因為TNT算是Part Time嘛 除了Part Time以外的正式工作都是洋人公司 那環境上工作環境上面 我覺得工作環境跟氣氛上面都不錯 都很不錯 而且加班啊什麼都給很足 我最高加班一個禮拜 一百多個小時 他們也是給到一倍 1.5倍到兩倍他們都該給 他們都給 基本上跟我在講 收入有你就會快樂 多路沒有 那個環境怎麼樣你都沒辦法快樂 因為你每天都要還著 你的下一頓在哪裡 當你有多餘的錢 你可以去做其他想做的事 像我想要滑雪 我每年都可以買計票 就有空我就去滑雪 你去瑞士滑 好遠喔 你完全付那麼多錢 可是這有一個問題來了 你會捨不得不去幹 薪水在那邊 按小時算 你覺得你一天不幹活 就少加好多錢 心好痛 對吧 所以你會想去工作 你像我那時候在台灣不要說來這邊滑雪 你去日本滑雪我都有問題 對吧 日本離台灣那麼近 說難聽一點 搭飛機往日本有時候比搭高鐵 台灣的高鐵 從台北到高雄還便宜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能力負擔 沒有那麼多能力可以負擔 我們每年都去滑雪 換好幾趟 那你會覺得在台灣生活壓力更大 生存壓力更大 應該是生存壓力 生存的壓力比較大 那每個月工資一般來講 台灣人可以負擔嗎 他們的開銷 普通的工薪階層 可以啊 能不能存下錢 存不了多少 如果只是為了生活消費 大家勉強都OK 買飯吃 買房就不行了 買車就不行了 我買 那你現在在這邊工作 你覺得買房是有問題嗎 看買哪裡 買回台灣的話應該是沒問題 你在這邊買 買這邊的話可能 付首付工也可以 現在這個工作可以 你會不會有這個壓力 萬一他累天不要你了 你要重新找工作 找的工資會更低這樣 這個公司嗎 不會 不會 因為他們這邊的洋人公司 比較少會無言無故把你辭退 只要你不是出問題 但是他們會有個問題 就是他們會讓你待在家裡休息 那你就沒有收入 他們不會辭退你 但是會減少工時 對會縮短 因為基本上40個小時 是最基本的工時 但是有些時候 你如果說他們沒那麼多活 我們之前就有遇過 我簽一個公司就是這樣 我剛進去的時候 他沒那麼多活 所以讓我休息 我就打電話跟他講說 我不能休息 我必須得要工作 不然我沒有錢 好他就說 要不然今天 我給你半天的薪水 給你半薪 4個小時的薪水 然後你就在家休息就好 不用幹活 就在家休息 他說他也行 還可以談啊 還可以討價還假 洋人公司 大部分你都可以跟他們談 你這邊朋友多嗎 不多 除了洋人 除了公司同事以外 只有一個 算三個吧 現在算三個 都是洋人嗎 沒有一個是北京人 還是都是工作認識的 基本上社群圈就是 從工作開始擴散 對 我本身比較少往外跑 除了同學以外 基本上就是同事 那女朋友呢 在這邊 你這次多少年啊 很少讀書時間 大概4年多5年了吧 因為我很少出門 所以我也很少 我有機會遇到異性 所以就 就一直只有一個人 我聽他們說 這個溫哥華 女生是比男的多的 好像是 好像是 女的比例更高一點 嗯 那女的不是更難走啊 難道如果不去走 像你這樣 護士的薪水超高 而且價又多 嗯 我一個朋友他 他護士老婆 曾經一個晚上的時數 他大概是有加班啦 然後又是因為 加班又over time 他一個晚上三千 一個晚上三千 一個班次而已 這次很誇張 很誇張 我聽到我呆一料 他說三千 不是扣掉還一千五啊 扣掉大概一千塊左右 那像你這樣的稅金 可能也漲到百分之三十了 還沒有 可能真的是七八 因為你工資太高了 所以要多收了一點稅啊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在工會 但是工會有額外的 退休保險給你 醫療保健的額度也比較高 來這邊 真的要加入工會比較划算 你有兄弟姐妹嗎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加州 都跑到北美了 美國你熟嗎 我只去過一次 去過華盛頓州 去看我妹妹她的母校 就這樣而已 而且一路上 我就坐著車過去 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不熟 對啊 你台灣護照是免簽美國的 不用簽證的 對對對 不用簽證 所以我可以從 很方便 從這邊可以做長途發事 說實話 就是如果打一份工 要讓生活過得很好 發達國家是沒錯的 這邊工資貴 這邊工資太貴了 真的請人 像這種華人老闆 開個小店的 哪裡敢請人啊 很多人嘛 自己幹 對啊 都不敢請人 你請個人 幾千塊錢沒了 對吧 你的利路有多少啊 像我昨天晚上跟一個朋友 也是在本地很熟的 他帶我去吃飯 我們一路走 他就指這些飯店 他說我猜 你猜這麼一個飯店 一年能賺多少錢 裝修得很好的飯店 我說可能100萬嘛 一年 因為很大 請很多人的 他說沒有 一年30萬到50萬 就差不多了 員工成本扣下什麼成本 20個人就將近10萬左右了 房租又要可能幾萬塊 其他的電費空調 七七八八的成本 沒發現 等於你花20萬去做一個生意 固定投資每個月 收入才幾萬塊錢 投入產出 這個比確實很低 對 發達國家就是這樣 因為你投入太多了 像我也接觸過 歐洲一些人做生意的人嘛 嗯 特別是華人 都很難呢 容易 就是請人不敢請 你如果不敢請人呢 你就完蛋了 你怎麼請 一來你請了 沒有那個營業額 你就不會了 對啊 如果你不請你又完蛋了 你走不掉了 服務不了 你就算你能服務 但是你把你自己搭進去了 你可能可以去做更多 有價值的事 你做不了了 對吧 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發達國家就是這個麻煩 因為人權很重要 是的 加拿大你覺得這個國家 還是很照顧人嗎 太夠照顧人了 太照顧了 對啊 比台灣照顧人 比台灣還照顧人 以政府來講 哪天我帶你 有空我們去Downtown 我開車帶你去Downtown 不要走路去 不要走路去 我們開車去 我帶你去 為什麼不要走路 危險嗎 你看到那條街 你如果 我之前曾經有一次 是學院那邊工作過 我下去工作 我只是從街邊路過 然後抬那個東西 抬著工具 抬著材料 上去上樓 下來 一下來 我們一上車 我那個主管就跟我說 回家立馬洗澡 你看到附近的人 炸的要命 全部都是流浪汗 整條街 整條街都是流浪汗 然後整個地上 不是 你就聞到很濃的死尿味 然後 整個路面 全部都髒一巴西 都是垃圾 溫哥華市中心 就離最繁華的商業區不到500公尺 直線距離不到500公尺 為什麼他們那些人可以在那邊 因為他們每個月有700塊加幣 你的意思是 政府給錢給流浪汗家那邊生活 但是他們沒有住房 他們可以搭 他們搭帳篷在路邊 但是在 就台灣在跟你們大陸就 政府就把你聽走了 不可能 還讓你搭在那邊 他們就搭在那邊 他們是公民的 他們有人權的 所以他們很照顧這些 他們所謂的弱勢團體 你為什麼工作這麼多年 還沒有拉到PR 因為我們並不是很高端間的工作 然後再加上我之前的工作 我之前的工作 薪水其實沒有很高 剛才這邊還在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移民的分數才400分不到 現在540 我看到那個分數我臉都綠了 我根本就 我連花錢去申請的意願都沒有 那你有沒有想過去 偏遠的省份去 為了拉PR去那邊工作一年 我曾經想過去卡爾加里 可是我後來去看了一下 那邊就比較小一點 靠腳裡還不算PMP 我指的PMP是往北 我知道你知道 你說的像愛蒙頓那邊 然後是更上面一點 對對對 那小鎮 阿爾伯塔 漫尼托巴城那邊 那邊更遠 但是 我們現在來不及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工籤已經快得到了 我可以在這邊工作 是因為我讀了BCIT 國際學生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可以有三年的工作簽證 你的工籤已經快到期了 所以我可以有三年的工作簽證 那你續簽怎麼續呢 所以我剛剛才去找移民中介談我 我現在是開放工籤 我可以在任何公司工作 但是如果我換成那個之後 我又沒有封閉式工籤 然後我就等於為那間公司服務 我懂了 你就很麻煩了以後 你就不可以換工作了 那就現在 你現在沒有辦法去PMP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啊 除非你提前一連去 可能還來得及啊 我曾經搜尋過網站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在這邊畢業 你去行家省份工作 人家不見得會給你 公過簽證 他們知道你只是來這邊拿PR而已 拿完你就走了 他們不見得會給你 因為其他省份也想把人留住啊 結果你們所有人在溫哥華讀完書 來這邊工作個一年 全部人都跑掉了 我這邊還是沒有人 你可以假裝你很熱要到自然啊 對 對 你要演得很像 我就想一個人呆著 我不喜歡城市所以我才來 你等一下要這樣子 這沒有問題啊 你就說你不喜歡城市所以來這裡 對啊 肯定啊 很正常啊 很多人去那邊拿到身份再回來 他們就經常被騙啊 對啊 但是早期的應該說現在還是有人這麼做 但是人家早早就去了 我太晚去了 還是有機會 因為省太多了 城市太多了 我先不考慮這個PR吧 就是公簽你覺得續下去問題不大吧 一般來講你只要第一次續好之後 我覺得後面就不大了 那現在你最苦惱的事就是公簽的問題 我說真的 你現在唯一的苦惱就是公簽 我來這邊之後 除了一開始讀書很痛苦以外 因為語言很痛苦 我英文很不好 你現在合好了嗎 我到現在語言考試還沒過 我的閱讀一直很不好 因為我很少看 聽說讀寫四種嘛 聽你聽人家講 聽不懂你還可以猜 然後他也不知道你聽不懂 說你是用你會的單字去說 沒錯沒錯 然後寫你也是寫你會的單字 對 所以寫相對還是OK的 但問題來了 讀 你是讀人家給你的東西 你看不懂那個單字你就是不懂 沒錯 所以對我來講讀是最難的 說法最簡單你只要敢說就好 我在語言學校的時候說是分數最高的 也是最快畢業的 但是閱讀是最後的 因為你看不懂就是看不懂 然後單字我又背不進去 但這也只是我唯一需要幫她的事情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